最后韩国昌在年底前 一定会当选民众党当主席 柯文哲拦逃最后被起诉的命运 依照民众党规定的停权 所以党主席要辞掉 他辞党主席马上要补选 那谁会当选 黄国昌 当然是黄国昌嘛 这个是你自己引狼入室啊 柯文哲今天到了北俭去当证人 他不是讲说有人拿两亿 要把他手引他手掉吗 好 那董伯伯开 你说特别要提醒我说 看柯文哲今天的表情 这是他进去的表情 这是他过安全门的表情 其实都有点凝重 可是他出来了以后 非常的开心 非常开心还急着 赶快去领证人费用 你说这件事情把柯文哲吓死了 对 保雅哥这个表情 一个是严肃一个是笑脸 我跟他讲 跟里面发生的事情没有关系 他是一真一假 保雅哥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 首先柯文哲来到北俭这个消息 有没有任何人知道 没有 完全没有事前保密通风 密不到家嘛对不对 那我请问一下 柯文哲什么时候对于自己的事情 这么隐秘了 他通常我们都会上讨 各位我要去哪里了 大明大放 对于这件事情 为什么这么低调 这么不敢讲 然后完全没有让人家 遮遮掩掩掩掩 今天手在北俭的记者看到才知道 对嘛 柯文哲理论上来讲 有事情有活动 什么怪事他都干了 北俭这个是应该很好的宣传机会 应该让大家知道 结果没有 柯文哲你看 进来之后 表情非常凝重表情非常严肃 甚至呢默默掏出那种手机啊钥匙啊 搞得跟自己好像这个心绪一样 结果保留哥你知道他来干嘛了吗 干嘛 当证人 而且跟你讲 别人问他说今天为什么来北俭 好问题 就不回答了 对对吧 他这个闭口不谈 对不对 不想要对案情讲太多 那我直接跟各位讲了嘛 他为了什么来 他是为了余金宝当时的两亿美金 各位 有没有注意到两亿美金的时候讲说什么 柯文哲说我跟你讲 国民党 赵王罗的那样 亿美金 哦要把我当副手 保健康请问一下 他请问到底是证人还是侍族 很显然他就是侍族嘛 那为什么今天北俭要调他来 因为我们要先了解案情才可以做什么动作 证人转被告 否则我就问他证人 那请问一下被告是谁 没有被告 没有被告吧 所以被告还在等待当中 那你说柯文哲为什么出来说 雨萱你这样讲不对啊 那代表说柯文哲出来的时候 诶诶 里面很顺利哦 是不是检方对他没什么意见哦 他才笑出来 当然不是 而且他急着去领那个540块的证人旅费 保健你讲到重点了 为什么这500块一定要领到我跟各位讲 因为柯文哲要验名震身 他跟各位郑重曾经说 诶各位啊 我不是被告哦 我是以证人的身份来到现場 这一点为什么很重要 他当然要去强颜欢笑 表现出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嘛 我说我跟你讲 证人旅费530块一掉你 开什么玩笑 柯文哲身家好几 以他哪有差这个500块旅费 他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向外界证明说 我来到这边 我没有任何犯罪事实 我不是罪人 我也不是被告 我只是一界证人 而且我一派心说泰然自若 但保健跟我平心而论 请问一下柯文哲的内心 真的是这么泰然自若吗 不泰然哦 当然不泰然 我问一下好了 请问一下今天这个4月23号 柯文哲來到北檢 有上過法庭 有上過偵察庭 有被檢察官要求應訊的人 都很清楚一件事情 這個多久之前就跟你講 一個月前就會寄空文書過去了嘛 所以這一個月當中 為什麼柯文哲對這件事情都閉口不談 不敢講 對那再來第二件事情 陳志漢比柯文哲還早 早一個禮拜就已經被北檢掉了 所以戰狼小姐姐已經去過了 請問一下 所以戰狼小姐姐最近才這麼安靜嘛 柯文哲最近才這麼安靜 各位 我們終於破案了 我們之前是不是一直在聊說 賣老選舉的時候 為什麼柯文哲那時候縱縮分 他到底下去幹嘛 明明知道避敗無疑 我那時候講三個字 寶梨跟哪三個字 避封頭 你現在知道他避怎麼封頭了嘛 所以當他下去賣老的時候 請問一下他收到這份文件了沒 收到了嗎 當然收到了 我跟各位保證 絕對收到 因為我最近也才當證人 一個月前就會知道了 所以你終於理解 你也收到了 柯文哲的怪型怪狀 為什麼最近這麼不柯文哲 問他什麼時事問題 他也不回答 然後問他台字光 寶梨哥請問他下去賣老之後 還有沒有再聊台字光 沒有了 沒有了 好了 我跟你講回答太多遍了 不要不要 不要再回答了 都不講了 都問他賴新的內閣 你們只有三家 我這樣會給你們毒家 不行了 毒肉 也不回答 什麼都不回答 所以他開始要爬法院了 嘴巴就閉起來了 對因為他很清楚 這個法院這個只是 我們講開箱而已 第一槍 這只是開始 當然啊 我問一下保證 余金堡這個案子算是什麼答案嗎 當然不是 那好各位 這時候問題來了 明明通常檢察官遇到這種案子 他會做一個動作什麼 直接牽結不起書 為什麼 因為這個沒有具體試證的案件啊 不重要的案件啊 那為什麼柯文哲硬要掉下來當證人 所以很顯然柯文哲也清楚嘛 有人要針對他 有人要對著他而來嘛 就是說以前這種案子 大家在選舉中打口水戰 照理講你選舉後就直接牽結 沒有人說選舉後還在搞這種的啦 對嘛 如果說這種要搞 各位我舉個例子好了 馬英九身上大概一百多個案子 那馬英九可能一百多天 一整年三百六十五天 天天都要出庭了 為什麼最後都沒有 因為就直接牽結 檢察官知道這個不是什麼案子 但顯然 為什麼現在檢察官每個人越來越遇事 很簡單 我問一下 各位你可能不知道 保健哥五六月的時候 檢調系統要做什麼事情 檢調系統要大風吹 換人 升主任檢察官 檢察長要掉來掉去 那請問一下 現在對於這些檢察官而言 如果你接到柯文哲的案子 你辦不辦 當然辦嘛 余金堡這種案子都辦了 那請問一下 那台資光辦不辦 請問一下 我們講T17 T18 星光晶 我們講的 北四柯案子辦不辦 所以柯文哲在自己倒大煤的狀況下 顯然他在跟賴欣德視落 連2028年說 喂 問你講 2028 我要看身體狀況 那你不是義無反顧平一事 現在要看總控 所以現在他什麼都不敢表態 什麼軍公教的啦 國會改革的啦 能閃都閃了 他連楊寶貞都不敢表態了 之前有沒有 楊寶貞的時候 你誰還說 我跟你講 叫他去 我看他去那邊應徵 面試 後來再問他一次說 沒有啦 那個楊寶貞的事情 我又不知道 什麼事情都不知道 什麼事情都跟他沒關係 可是我覺得最好笑的是 別人問他反滲透吧 他就開始磨肚子說 啊我肚子痛了 我開始等我上完廁所再說 上完廁所人就浪槓了 所以各位 你有沒有仔細看到 在立法院有個怪事情 立法院是不是最近的 黃國昌不斷的聲音越來越大 直播流量也比柯文哲大 柯文哲問他立法院事情 你通通說什麼 去問黃國昌啊 你知道這個意思是什麼嗎 什麼意思 代表這都黃國昌幹的 老兄別吹我剩下 那是我台 那都疑 我一切都跟我沒關係 所以各位 當昨天你知道嗎 在地震的時候 大家講地動三搖 心裡七上八下 柯文哲也在七上八下 對對對 所以你仔細看 現在他就連 我們講北四科也好 金華城也好 案子他都開始一推三不管 為什麼 你看他說 我跟你講北四科案子 我非常清楚 查的時候 台治光人都被收押 不要轉移焦點 等一下 柯文哲的原話是 北四科這一件案子沒問題 但他回到台治光那天 他的案子他怎麼講 他說 台治光這案子 我沒有問題 這說法不一樣 這說法顯然不一樣 因為理由很簡單 他很清楚 北四科這個案子 會牽扯到誰 會牽扯到黃珊珊 會牽扯到星光晶 會牽扯到吳欣穎 所以對於柯文哲來講 這個案子如果被一鍋炒的話 破口不止他一個 可能所有人 每個人大家都會倒大煤 所以你看黃珊珊 也在臉書上講說 這個案子怎麼樣 然後講一堆金人寶 我就是不講TCT18 所以很顯然 柯文哲現在最擔憂的是 如果案件一個一個爆 黃國昌可能會害死他 黃珊珊可能會害死他 而對於他而言 他現在只有一個目的 只要我明則保身 不管是怎麼樣 勾劍握心腸膽 我先撕起來 撕起來 一無反顧 給我一次 好 玉鳳 剛講的 這是有學問的 我今天到了法院 或者我今天到了北檢 我去當了證人的時候 這個證人旅費一定要贏 這個證人旅費代表什麼 代表不是什麼補貼家用 代表我不是被告 對 其實這個美根 他不是看我們的節目 就是有人叫他 因為我們常常去北檢 去開庭 然後每一次要騙記者去 一定告訴你 你是證人 你不用擔心 你就來做個證 做完證之後 簽名的時候 書記官也對你微笑 檢查官也對你微笑 你都覺得滿滿的善意 可是你一定要到一樓去 這個東西來講 為什麼要講他是特地下來呢 因為這兩個地方 不順路 不順路 你在二樓開庭的時候 你下來其實離開就好了 但是你要特地跑到 這個法警的對面 然後來領 你在領的時候 還有一個美港 你要先把你的身份證交出去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領 我們就曾經帶了記者去採訪 然後去應訊 應訊完之後就說 那我們去領一下證人好了 結果去領的時候 他就說不好意思 這一張今天不能領 我說我們是證人啊 他說恭喜你 剛剛轉被告了 被告 所以他絕對不是為了天譜家用 來領這530元 領了這個東西的話 他是想問了一件事情 他不敢跟檢察官說 你會不會把我轉被告 我乾脆去下面 你領了證人的拆旅費之後呢 530元 代表你現在不是被告 對 代表說這件事情 不只是現在 大概就過關了 因為如果是北檢的話 他們是非常非常有條理的 如果後面還要砍你的話 就說你晚一點 我們再看看 所以他這件事情過關了 對這件事情 對他來講的話 應該就沒事了 拿到了這陣的女費 歡喜的不是這530元 歡喜的是 關關難過 關關過了 先過一關再說 對這一關已經過關了 所以這才是裡面的一個makeup 好那另外一句講的 現在台智光有一個新的消息是 台智光母公司現在在台通 爆內線交易 包括他不是抓一個人 董作家裡面九個人 都撈了上億元 董作家一堆人 都被約談 這件事也就是台智光 已經向上延伸了嗎 對現在來講的話 台智光母公司就是台通 台通那個時候發表了一個重訓 然後告訴大家說 要買回庫藏股 維護股東的權益 結果稀哩呼嚕之後 20幾塊的股價 衝到了30幾塊 衝到30幾塊之後 搜索 然後又掉了20幾塊 所以很多的小股民 在這樣上中下行 裡面死傷慘重 可是後來檢調查出來說 在這裡面有9個人 竟然有在這個時候 買賣精準 所以獲利了上億元 所以這個東西的話 就是案外案 槓出來之後呢 槓上開花 還要繼續用內線交易 來持續偵辦 好的 台智光的案子 會向上延燒嗎 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一定會向上延燒 因為過去來講的話 大家對於這件事情 你們財美市政府 柯文哲市長這邊 說不清楚 講不明白 你一直告訴大家說 為什麼要用他們的 因為要給大家安全 所以警方 那是好龍斌蓋的母約 對 我只能這樣做 好重點來了 如果你這樣子 你說你因為這個好龍斌的母約 一路下來的話 每一年都要重新編列預算 每一年你都要去驗收 大家就來看看 我們入口監視 驗收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驗收很爛嗎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東西 你根本看不到東西 你要怎麼驗收 每個入口 系五高架 新北環塊 這個是404 這個是直接錯誤 這是點不出東西來 然後水源 快跟那個西州接口 這個是什麼東西 我到底要看到什麼 這個就是什麼 告訴大家說 你的傳輸品質 壓縮的太嚴重了 你的鏡頭 攝影鏡頭 是有問題的 所以我要看這個車流 不管是交通局的 不管是警察局的 我入口看這個車流 有兩個意義 第一個我要看清楚 車流到底多不多 這是民眾可以點進去看的 你點進去 我到底我要看什麼 然後呢 警察要看的是什麼 警察要看的是 所以你說 這一套的品質很糟糕 非常非常的爛 不要說糟糕 你看到這些東西 警方要看了 建制這一套 其實一開始就是為了警方 警方要看的是車牌 因為如果你發生了搶劫案件 發生了治安案件 我要看車牌 保健哥 這個是要怎麼看車牌 我只看到了一個龜派氣功 我只看到一個氣功波 我要怎麼看到車牌 然後呢 一天到晚來講的話 這個是給我看夜景嗎 你架在這裡 我是要看什麼 你這個這麼遠隔了一個盒 我都要看夜景嗎 所以呢 其他的地方 全部都是404 404 不然就是說 連線人數眾多 請稍後再連 但這個是障眼法 因為有人一直去試 永遠連不進去 所以呢 這個東西現在來說的話 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你當初驗收怎麼過的 你當初驗收 過得了 是不是有人護航 然後呢 另外這個的話 前面 有什麼 竟然有這個交通號制的路標擋住 那你要設在這裡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 以我們粗淺的一個經驗來看的話 反正 你今天要驗收 就是要擠根 然後呢 要有多少傳輸 你要擠根 我就給你擠根 亂做 亂做 坐在這裡要幹嘛 前面就有東西擋住你了 你還要做 所以這東西 我真的要問大家一件事情說 那你到底是怎麼驗收出來的 好 所以無道 今天 柯文哲跑到了北檢去當證人 出來以後拿到那個所謂的這個呂費 他喜行於色 他真的過了這一關了嗎 那個案子就是余金堡 余金堡被他害到聽說了 我一個朋友 跟他認識 然後他 他也收到傳票了吧 然後就跟我朋友在聊天的時候 他的眼睛都快掉下來 我說好意幫柯文哲忙 也沒有幹什麼 柯文哲怎麼這種人 跑去咬他一口 咬他一口 他今天跑去出庭 出庭 那當這個是 這是 好像是民進黨的人告發 對 那告發庭 那現在是證人沒有關係 可是再發展下去的話 證人轉被告隨時都有可能 就不知道 但是他開始已經往北 他的行動已經開始跟北檢邁進了 你說這只是個開幕 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對不對 那這個後面的案子 你看我們昨天前兩天講 還有九大案 對 隨便撈一撈就是七八九個案子 對不對 所以柯文哲今天當然一開始的時候很低調 因為那個那個是一個安全門 要檢查 對 口袋東西要撈出來 你知道嗎 我常去 你常去 那我 那鏡頭都會在那邊賭你啊 各位問題是不只一件啊 你看到沒有 現在台資光這個案子 現在目前還在發展中嘛 對 台資光這個已經有人收押了嘛 收押你看到今天又傳出內線交易啊 內線交易的這個台資光董事長家族 賺了一億多的金額 內線交易賺一億多 我看這個公司很小啊 那公司不到二十億 再十九億多啊 他怎麼搞的怎麼搞到一億多的獲利 這個很恐怖啊 表示他價差很大嘛 然後數量 因為他的股票總數不多嘛 才幾萬張而已啊 怎麼搞那麼多錢呢 就表示這個要下手很重 下手很重 但是這裡面就出現一個 一個貓膩的地方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你有另案 現在開始出事情了嘛 所以台資光董事長 如果本身是內線交易當事人的話 而又有實際上的證據 又被檢方搜索到的話 檢方今天可以要求 這個院方可以申請羈押嘛 如果他這個另案羈押的情況之下 他就有可能當污點陣人 他就有可能去咬柯文哲 或是中間人啊 然後第三點我跟你講 我最近是這樣聽到這個民進黨 民眾黨的人士啊 私下在談啊 他們每天都要注意這個整個 他的司法的發展 因為台北市議會要開始要搞調查小組嘛 所以他們認為 柯文哲攔討最後被起訴的命運 因為起訴變什麼情況你知道嗎 依照民眾黨規定啊 停權 所以黨主席要辭掉 因為他們前面案子處理高宏安的時候 他的指示 柯文哲案就叫他們的人 就搞高宏安的時候 就搞到高宏安現在被停權嘛 高宏安現在不是民眾黨員 停權狀態 就變成不能夠提名啊 所以那他的問題麻煩 就是他辭掉黨主席 他辭黨主席馬上要補選 那誰會當選 黃國昌 當然是黃國昌嘛 黃國昌 所以大家看 這個事情精彩了 我跟你講 你自己引狼入室啊 最後黃國昌在年底前 一定會當選民眾黨黨主席 我們看今天柯文哲到了北縣 以證人的身份 他今天非常高興 還特別當著大家面去領 那個所謂的證人的旅費 540元還是530元 證明我是證人 我不是被告 所以你說他接下來下來 他可能要面對很多的一些麻煩 特別現在台志光 台志光現在有內線交易 而且現在台志光的品質非常差 當時的台北市政府 你是怎麼驗收的咧 柯文哲今天是因為這個 兩億美金的副首說 去做證人 他到現在為止也沒講清楚 到底是誰要收 我贏要給他兩億美金 然後今天是領證人費 對不對 你接下來這個案子繼續 你會永遠是證人嗎 話是你講的 對不對 你總要把 你證人總要舉出來吧 你不能證人說 我證人之後 我胡說八道對不對 到今天記者問他這個問題 他都不太願意回答 他說這個好問題 都是你不要問 他會不會跟你講 這題跳過 然後就去講台志光 因為記者接著問的就是 你另外的那個 北市科 北市科跟北流的案子 對不對 結果他就 他講說 你們也不要問這個 你們要去查台志光 那結果今天台志光就發現說 母公司就發現說 當初那個內線交易 那你當初 到底怎麼去處理這個事情 你當初到底怎麼簽約 而且 今天來講 你的北流對不對 1.9億擺在那個地方 你還想要 還叫 還叫那個 講彎呼呼 對不對 你 監察院都已經糾正你了 對不對 你還叫講彎 拜託你趕快去解決 你當初為什麼會有 1.9億的工程館留在 留在那地方 你先墊付了 然後不知道誰該出錢 也自己沒有把它付掉 最後說講彎自己要去處理 這些東西將來我覺得 查下去 都 慢慢查下去 都會 可能會有司法的問題 會有麻煩嗎 我覺得 我覺得尤其像他那個北市科的那個東西 那個看起來真的是很怪 可是他講的那個公文我們都留著 那絕對不會有問題 為什麼 為什麼今天人家問到這兩個的時候 你要去講台字光 對不對 你應該想說 這個東西你們盡量查無所謂 對不對 而且北流那個東西 他到現在為止 真的那個東西真的是有夠離譜的 你東西做了 然後你把錢付了 最後這個帳沒有辦法銷 然後留給蔣萬安 你當初自己不願意出這個錢 現在蔣萬安說 叫蔣萬安說 你把這筆錢吞下去 那個東西怎麼會合理 而且所以你現在的狀況就是說 蔣萬安不願意查 但是問題是那個市議員不放過你 藍綠的市議員就說 你的案子要一個一個查下去 問題也不是只有這兩個案子 也不會只有台字光 你將來所有的案子 我覺得藍綠都會一個一個一個定下去 我都沒有想到 簡蘇培跟張思康 兩個人可以攜手合作 攜手合作弄了一個釣魚小組 釣魚小組要查什麼 查柯文哲在任內留下一個爛攤 搞了半天清華城值其一 然後北市科值其二 另外有九大案 而且九大案都跟他的財政紀律有關係 特別是北市科 我覺得最妙的是黃三生今天有解釋 可是大家提議的是 這個土地你幹嘛要 建價飆售給這個所謂的星光金 結果他一直解釋寶 解釋驚人寶 那不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嗎 這件事怪怪在三個城市 首先第一個 為什麼大家開始會針對星光金 這些放大進解釋 因為你的副手就是用星光金的公主 對不對這是第一件事情 再第二件事情好了 T17 T18也好 大家最為爭點是在於說 你怎麼會50年就只需要44億 因為寶傑哥那個是地上權 44億來講能不能回本 當然能回本 這是非常廉價 根本就是賤賣的方式 直接提供給星光金 在第三個事情 今天你看 包括我們講 剛才黃三三聊到金人寶集團 他還是位於在T16那塊地 相較之下大家外界在講T17 T18來得更為方方正正 但為什麼我要講這件事情 各位你知道嗎 金人寶他有提供什麼 投資計畫書 那請問一下你今天星光集團有沒有提供投資計畫書 黃三三從頭到尾沒有辦法針對星光金這兩塊地的明目 這兩塊地以外只有說他不需要 這種完全 不是我覺得他非常妙的 他底下講公開透明就是公開透明 扭曲事實不能掩蓋真相 說清楚一點也不難 好我們就開始說起 可是剛剛講大家質疑的不是你的T17 T18 這個兩個給星光金的 那你呢 質疑的是這兩塊 沒有質疑這個T16你給金人寶 他從頭到尾一直在解釋金人寶 一直在解釋金人寶 講到後來他採星光金都不敢講 底下只講至於T17 T18 則是與市府通案設定相同 講了半天你藏在最後面 不是寶貞哥他沒有藏 他連星光金三個字都不敢寫出來 他連星光金三個字都不敢寫出來 就此地無銀三百兩 我當然知道金人寶很好 我當然知道金人寶沒問題 你前面解釋了這麼大的堆 然後說金人寶沒問題金人寶很好 然後T17 T18也一樣 連星光金都不敢講 所以我講白了 你開頭講說不需要投資計畫書 這件事情說清楚講明白 就是你自己說不清楚講明白 心裡從頭到尾對這個案子 就是有鬼 包括金華城那個龍基獎率 連好龍兵好市長 都擋下來說無糖無糖 不能再增加 就沒有辦法理解 為什麼在柯市府任內 從300多的龍基率 變成了800多 所以你說 當然現在不分藍綠 要組這個調查小組 就是要針對這個案子 一條一條把它算出來 我其實最早跑的是公共工程 跑公共工程你很清楚 追加預算有時候難免 有的時候這個物價的波動 有的時候有些風險 所以我沒有看過有哪個公共工程 沒有在追加預算 可是我看北流的過程 這樣講了 今天科文哲你要講 你要開大門走大陸 如果說你今天 真的因為物價的波動 因為所謂的工資的問題 或者是勞力的問題 各種可能的風險 你必須要追加預算 你就開大門走大陸 你就叫博來 他不是偷偷摸摸 偷偷摸摸 我來跟你這樣交線 我也不敢跟我的這個 上司這個文化部講 我也不跟任何講 我就偷偷摸摸做 偷偷摸摸抓到了以後 做不下去還說你不是來卡我 沒有人這樣幹的 還有你低果在市場一樣 今天你真的覺得預算不夠 我就一點一點做 有些東西可以追加 然後我說六層樓 你蓋五層樓 然後把所有的東西 重要的安全設備 放在第六層樓 你逼得不叫追加預算了 那根本就叫偷偷摸狗了 對 保倫哥說你講了一個重點 代表這九大案件 它都有一個特性 就是說它第一時間用最方便 而且最低廉的標案的價格 先提供給廠商之後 但是真正的鑽頭 全部通通藏在哪裡 通通藏在後續裡頭 但是請問一下 發包是不是發包出去了 廠商是不是拿到這個標案了 所以這個才是它真正的目的 反正我們第一時間 先把這些事情也搞定 後續你要怎麼鑽怎麼鑽 所以這個概念 跟社載也是完全一模一樣 各位 柯文哲說 我要這個任內 社載 我要衝非常多 結果他說我這個還債還得厲害 結果各位你現在發現 它都是挖東牆補西牆 你知道光是為了 它弄扎社載這個大餅 它取債取了多少嗎 高達680億 他們有換算過 在民國你知道幾年還得完 148年 因為它要分年攤提 它不可能每年 它不是有財政紀律嗎 它不是不但為台北取債 它還為台北還了很多債嗎 攤提到148年 所以每一年看起來 都只要繳一點點 就跟你房貸如果延長到100年 你就覺得無痛 所以柯文哲玩的就是這種把戲 所以你仔細看看 它所有的做法 你什麼都沒做 你還付一大堆錢 對 而且你剛才講到 北流的案子 北流各位還記不記得 柯文哲那時候在競選總統說什麼 北流我蓋了我負責 那時候還拍個影片 然後出來宣傳說 自己的北流中心多麼豪華 然後做得多麼好 就現在被人家提爆 竟然還欠了一筆爛賬 而且這個爛賬 各位坦白講 金額不大 大概1.9億元 那你知道法律哥 真正問題是什麼嗎 根本不應該欠嘛 為什麼 因為當時他在編列的時候 就把什麼技術服務費 還有廠商這種電機設備費 通通去掉 法律哥你在開我什麼玩笑 請問一下你在弄一個 所謂的我們講新建一個標案的時候 怎麼可能不需要這兩樣東西 結果後續發生糾紛之後 你知道要怎麼辦嗎 擺爛 我拖 然後每個月增加80萬的利息 80萬的利息 就這樣一直滾一直尬 然後整個台北市政府變成盤納 而你就想想看 這些案子任何一條 如果只要藍綠查到一點 追根究底的往上去燒 柯文哲會安然無恙嗎 所以我早就講過了 歡迎他去裡面坐坐 裡面走走 好 所以剛才講的 今天大概從裡面有看過說 國民黨跟民進黨兩個黨團合作 要去查柯文哲的帳 那柯文哲這個帳是真的有問題嗎 其實不只是國民黨跟民進黨 連民眾黨的議員 他大概也護不下去了 所以今天民眾黨的議員 他也不敢擋這個調查委員會 他只說他們也願意加入這個調查委員會 大概在事蹟而動 這個調查委員會在上禮拜檢蘇培就打電話給我問我說 這個四北科到底怎麼回事 因為我2021年就開始查這個案子 當時我在這個民政委員會在看地震局在主導這個案子 你說這三塊地 因為我那個時候光是心算我就覺得這個算數是不對的 大家知道這三塊地在同一個地方同樣的這個條件 他們的公告限制他們的容積率是一模一樣 也就是他們的市場價值應該是一模一樣的 只有這塊地 T16 17 18 然後他們標給星光人壽跟人保的時間只差一個月 一個月 但是你知不知道他人保是用60萬3000每一瓶的權利金價格租到的 可是星光人壽用的是373千 差這麼多 對 一瓶的價格你換算下來 每一瓶你將近差了大概二十幾萬 那你將換算下來你全部的價格大概差了二十幾億 當時我就問了地震局說 你為什麼會用這麼低的價格租給星光人壽 好啦 當時我又用了另外一塊國產署的地 大家應該很熟悉的叫做這個世貿的地 世貿三館的地的地上權 因為世貿三館的地上權的地 跟這一塊T18的地的大小幾乎一模一樣 他們的公告限制差七倍 那世貿三館當然比較值錢 當然 可是你知不知道我們的底價 通常是以你公告限制去算底價 如果你的公告限制差七倍 你的底價最多也只是便宜七倍而已 可是我們的底價居然便宜十八倍 只有十八分之一 所以這個底價 你說星光人壽標到這個價格是他幸運啊 沒有人跟他搶 他很幸運 可是市府為什麼一開始設定極低的底價呢 可是黃沙英講啊 17、18跟市府同樣 他有講啊 這是價格競標啊 沒有啊 價格競標是一回事 可是你市府身為地主 你為什麼出了一個這麼低的底價呢 你地主不是應該出一個好一點的價格 尤其是這幾年大家知道 這個2021年 正是台北市這幾年土地不斷的在飆漲 房地產的價格正在往上飆的時候 你說2021是起漲點 對 2020就開始起漲了 大家知道疫情沒有造成台北市的房地產崩盤 反而因為資金的回流一直在上漲 所以我們的公告限制 當地的公告限制每一年都在漲價 地震局手上都有資料啊 台北市難道是冤大頭是潘娜嗎 看到公告限制一直在漲 可是我們卻設定一個 比行情更低的底價去進行標諸 這不是傻子才會做的事嗎 而且更不合理的是 按照中央的法規 我們的權力金是有一個保底的規定 也就是不得低於市價的三成 但是這一塊地 居然只有市價不到兩成的底價 就設定租出去了 我曾經問過當時柯文哲的愛將 地震局局長張志祥 後來柯文哲推薦給高宏安 當秘書長的那一個人 我說為什麼你沒有保底的這個三成的規定 他說柯市長要求拿掉 為什麼要拿掉 108年的時候拿掉 沒有理由 他說柯市長怕租不出去 怕業者嫌太貴 怎麼會太貴呢 怕人家嫌太貴 人家金人寶用一瓶六十萬的價格來租 哪怕星光人寿太貴不來標 星光人寿是用一瓶三十三萬來標 所以只差一個月 然後 T16 十七 十八 如果觀眾朋友看這三塊地 明明就在一起 那所以我是要感謝金人寶的大方 還是我要崇拜星光人寿的聰明呢 然後更 你說如果這邊差很多 或者你是麒麟地 或是不漂亮 也就算了 大家都差不多 不是 差不多 是一模一樣 他們的容積率 他們的公告限值 他們的公告地價 他們的租金條件 一模一樣 如果說他們是差好幾年來租 當年比較便宜 現在比較貴 那也就算 他們只差一個月來租 所以為什麼黃珊珊 標案差一個月而已 只差一個月 所以為什麼黃珊珊 那誰先標的 星光人寿 星光先標的 對 所以為什麼黃珊珊 她只敢提金人寶 她不敢去提T17 T18 星光人寿 難道星光人寿 沒有利益衝突嗎 那個時候吳欣穎 已經是民眾黨的不分區 立委的名單內的人選了 然後就像宇軒剛剛說的 更可疑的是 T17 T18是先標的 她當時的評選 是採取二階段評選 也就是資格標跟價格標 就兩種 資格標 跟價格標 二階段評選 資格標就有貓膩了 對 可是T16就很奇怪了 採取三階段評選 資格標價格標 還要多看一個投資計畫書 那奇怪了 同樣加起來是一萬多頻 T17 T18加起來是一萬一千七百多頻 T16是一萬三千多頻 都很大啊 你如果說T16特別大 說我要看她的投資計畫 也就算了 T17 T18加起來是一萬多頻啊 為什麼你不需要看她的投資計畫呢 兩階段就OK 給你星光人寿 T16就我要慎重一點 我要看你第三階段 我要看你的投資計畫 為什麼呢 所以台北市政府柯文哲 你在這三塊地上 你有太多說不清楚了 只差一個月耶 租金差61%耶 61%耶 你這個房東也太惡毒了吧 你漲價一個月說 欸 不好意思 現在行情不一樣了 我給你起百分之61% 這是什麼樣的房東 這是什麼樣的租金行情 好 所以董事長 這問你就懂了 你以前負責台開的 對 我現在解釋一下 如果是星光先標的話 一個月之後 然後金元寶 金元寶 金元寶來標 這個時候他們總價 大概差了21億左右 然後單價的話差了一倍 將近一倍 一個是30多萬一坪 一個是60多萬 對不對 所以這個很明顯的 台北市政府就應該 非常警覺性知道說 糟糕 這個案子慘了 因為這個案子很明顯 變成獨立他人了嘛 那差一個月時間啊 差一個月時間 我現在都被人賣便宜了嘛 我賣便宜 我就要開始準備找 找相關措施出來 你知道嗎 否則的話 我這個標準怎麼處理 我現在問你 我現在市長 我第一個 我是 我參加過很多政府標案 在我年輕的時候 那這個一個月時間 就造成了將近20多億的價差 我現在講很簡單的 這個案子 這根本地檢署 台北地檢署問都不要問 這個光是我們今天在這邊 談這個事情 根據關鍵時刻的說明 就可以成案 成他資料調查 那查什麼呢 查很簡單啊 怎麼會那麼大 怎麼會圖立星光20多億啊 這個明顯圖立星光 剛剛 可是 黃三先生你可以講 17-18是跟市府通案的地上權 做法一樣 價格競標 而且我們20多萬 都是這麼做的啊 那我現在都問一個問題 所以我說要用他資料 馬上調查 原因在哪裡 你知道嗎 因為第二個案在標的時候 你底下怎麼訂的 你底下怎麼訂出來的嘛 幾個人有沒有競標嘛 有幾家競標嘛 只有一家嗎 為什麼 你是不是有違標的嫌疑 是不是有綁標 資格標 資格標 那你是不是要卡住人家呢 所以你投開標程序 要拿出來檢視啊 這個才是問題思索 但是不合理嘛 差一個月差了 便宜人家20億耶 而且又有很明顯的圖立 他這個不會有關係人交易啊 這就是關係人交易嘛 因為他是你的副總統 後來變副總統 好了 當時不是關係人 後來變了關係人 當時的就是啊 他是他的不分區 不分區立委名單 他已經是不分區立委 所以已經是有明顯的 關係人交易了嘛 那這時候你就開始 柯文哲頭就大了嘛 就要做補強 跟相關的法律的救濟程序嘛 甚至於不排除 要把星光這個標廢標嘛 這可以啊 不然怎麼辦呢 我現在昏倒了嘛 我現在賠了20億 到今天來講的話 明確的很明顯的 因為吳錫義是他副總統 他土地他人 有關係人交易 這個檢察官問都不要問 明天就可以成案 過去柯文哲霸氣十足的 說北流我幹 我不責 北流我一肩承擔 那現在 監察院要坦克了 監察院在查 沒有啦 這個蔣萬拜託蔣萬加油了 把他給處理掉 中央要補助就補助 不補助就台北市自己墊起來 如果要台北市墊起來 你當時為什麼不自己墊起來 保安哥我現在釋到柯文哲最新的口號 發唸一遍 一無反顧 縮一次 縮一次 一無反顧 縮一次 反正就縮起來 為什麼會這樣講 那不是拚一次嗎 縮一次 現在縮了嘛 這大丈夫能聲能說 這什麼大不了 為什麼這樣 當初他是拍影片 特別為了北流這件事情說 他拍影片 對監察院要查 我跟你講 根本不怕 然後對歷史負責 我跟你講 我們不會有事 他說他不會有事 還說 對歷史負責 所以各位 代表柯文哲原本 所以監察院要查 我不怕 對歷史負責 我們也不會有事 我們直接對歷史負責 對 當初他是信誓旦旦的力挺 自己北流這個案子嘛 結果各位 你看監察院查了之後 隨著越來越多案情曝光 今天柯文哲講說什麼 他把鍋直接摔給蔣萬安 直接丟給他 他原話說 我就跟你講 拜託蔣萬安加油 把他處理掉 不是啦 關蔣萬安什麼事情啊 是你急欠的爛攤子 你急欠了一天酒飲 然後他這個口氣講了一副 保安哥 不然我的筆台 你好好處理 你加油 不是啦 你自己留下給前朝的 你留下前朝留下的爛攤 結果你看 講案只有什麼 苦笑三聲 但我坦白講 講案這個部分 因為後續現在保安 結果我反問一件事情 不管是北流的案子 不管是金華城的案子 還是不管我們講 這個北四科 T17 T18案子 他的生殺大權 事實上掌握在誰手上 蔣萬安 東東在蔣萬安手上嘛 所以蔣萬安 其實要給他死 要給他活 完全通通都在一念之間 因為現在柯文哲的 臭呆 不只是北流這件事情嘛 比如說我們現在 隨便講一個案子好了 現在最有趣的 其實是北四科案子 寶劉哥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今天剛剛找到了 在議會的藍綠兩黨 居然合作 合作幹嘛 我要查兩個案子 查金華城的案子 跟北市 北投士林科技園區的案子 對金華城這個案子 算是老案子 為什麼 因為他容積率 392到840 這個是橫跨 非常多個朝代 而且大家一直在打上 一個問號的問題 所以這個老案 一定會拿來查 但現在有意思的是這個新案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原本吳欣穎 還沒有擔任副總統 候選人之前 只是一個不分區候選人名單 那時候大家 還沒有對這個案子 有這麼大的注意 後來仔細看了 才發現不對勒 金仁寶 標一個案子 標八十幾億 結果你呢 北市科 T17 T18 同樣的地目 同樣的 這個我們講的 容積獎率 同樣的容積率 結果你就足足少人家21 那請問一下 這怎麼講得過去 講不過去嘛 再來第二件事情 你說同樣一塊地 同樣的容積率 同樣的方正的地 結果只差一個月招標 差那麼多錢 對 而且金仁寶 我跟各位講 他跟北市科 除了差這個 除了跟我們講 星光金 差一個月招標之外 還有一個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人家金仁寶有投資一項計畫書耶 人家是先資格標對不對 再來價格標 最後再投資 投資計畫書 顯然講 人家要做什麼事情 清清楚楚 那你為什麼 北市科 都沒有 完全不需要這個投資計畫書 然後更有趣的來了 星光金都不用 對對對 星光金的北市科案都不用 更有趣來了 當藍綠現在講說 我們應該要公開透明 把這個案子給查清楚 到底有沒有不法的時候 你知道 反而不是柯文哲跳出來 保證你知道誰跳出來 誰跳出來 黃珊珊跳出來 黃珊珊跳出來 那我又問你黃珊珊什麼事情 各位 這件事關黃珊珊在地帶 你現在不是立法委員嗎 所以我跟各位講 立法委員 雖然夠死命啦 黃珊珊絕對 跟這個案子有關聯嗎 因為不要忘了 黃珊珊是什麼職位 副市長 工程副市長 他主管是跟工程有關的 所以我問一下 黃珊珊在這個案子 會不會有 建立會不會有涉入 我不知道 但顯然 他這個叫做此地無銀三百六 為什麼是此地無銀三百六 你看他開通明義第一句話 講說什麼 說不需要這個投資計畫書 那我問一下 大家在討論投資計畫書的時候 你憑什麼說你不需要 他在替當初 為什麼沒有投資計畫書這個解套嘛 因為監察又會查這個案子說 為什麼沒有投資計畫書 那請問一下寶德哥 檢調會不會有人來問說 想要當初跟金人寶寶一樣 因為跟他講 他在同一塊地墓上面 他是同樣的一個 這個地價是一樣的 這個所謂的地墓 結果差一個月 差一個月這個招標 結果居然條件不一樣 對寶德跟我們講嘛 星光驚鮮了嘛對不對 你那時候跟人家搞了 夯不夯當六十億 就你沒有辦法解釋 為什麼隔了一個月之後 換到金人寶 多了二十億 而且還多了一份計畫書 而且到時 到底星光驚怎麼樣 拿到這個標案 所以我們講 你如果回去把這些東西 細目攤開來 細思幾口 所以黃珊珊這件事情 是不是在呼喊柯文哲 不是嘛 你仔細看黃珊珊講說什麼 他說第一個 我們講的 北市科星光驚的案子 不需要投資計畫書 再第二個 開始把金人寶的案子 玉系迷移的描繪出來 保證我問一下 他如果沒有參與這個案子 他怎麼知道金人寶相關的細節 所以顯然金人寶這個案子 他還很清楚嘛 我們沒有人質疑金人寶 大家質疑的是星光驚 結果他這裡面 騙隻字不敢提星光驚 結果把金人寶講得那麼仔細 我還是想到韋小寶在錄頂記裡面 講說你要怎麼說謊 說謊裡面 你不可能百分之百說謊 你只要能夠隱藏百分之二十說謊 那你要怎麼說謊呢 百分之八十 講得巨細迷移就好了 對 保證哥 所以他這個是什麼 七分假三分真 唯一真的 就是說講到這個 我們講金人寶的部分 但是對於假的事情 講得越小越好 越少越好 為什麼 因為他各位 他連我們講星光驚都不敢提 他說T17 T18 連名字都不敢唸出來 對 你如果金人寶都提了 為什麼星光驚不能提 對嘛 你就把廠商名字一併列出來嘛 不用作賊心虛 但為什麼我要特別講到這個重點 因為各位你要知道 黃珊珊原本人已經到了立法院 你仔細想想 最近他對於柯文哲的案子 柯文哲的事情 曾幾何時有主動提及過 沒有 非常少嘛 他在顧自己的事業嘛 所以現在當黃珊珊也撩起來的時候 當然顯而易見了 他不是為了柯文哲 而是為了在這個案件 自己能夠全身而退 自己能夠自保 那訪問一下柯文哲 現在不管是我們講的台志光的案子 不管我們講京華城的案子 不管我們講星光驚的案子 甚至那九大弊案 就是你各位看到 零零種種有的是減量招標 有的是追加預算 通通都沒有用變更工程的明目 那我請問 這些案子 請問一下柯文哲是不是 自顧不暇 會受勾了 但訪問喔 你仔細看 包括他們黨內原本的三本柱 現在都分封離析了 柯文哲因為自己的操呆 被藍綠追殺 黃珊珊現在只要不要跟我有關係 我當好我的立委就好 黃國昌現在連理都不理他 每天忙著去追隨 當附隨組織 在立法院跟國民黨合作 所以很顯而易見的 在弊案爆發出來之前 民眾黨本身就會先分崩五裂 所以我跟他講 他不是只有那兩個案子 他有九大爛仗 從第一果菜 第一魚果市場 動物之家成功市場 台北表演藝術中心 北投攬車 台北流行醫院中心 廣直播外院 環南市場跟內湖垃圾三 而且你說你是過去 你過去做過這麼多工程 你沒有看過這麼亂搞的 我們要講一個概念 我們在工程 首先國家先變預算對不對 預算編好之後 要去設計 圖要設計好 規格設計好 然後開標 就這麼簡單三件事情 當你開標的時候 發現這個錢不夠 然後廠商變流標 一次兩次流標三次 怎麼辦呢 兩個方法 最佳預算 最佳預算 如果沒有辦法 有困難的話怎麼辦呢 就修改設計 就變更設計嘛 這個變更設計把 但是整個標的完整性 不能夠喪失了 他怎麼搞 你知道嗎 怎麼搞 他直接就把那個 設計好的東西裡面 有功能性的一些的設備 把它扣 把它拉掉 直接拿掉 拿掉 叫做減項開標 為什麼中華民國第一次 他這種事情 這種辦法 你沒碰過 這不合法嘛 我講得很簡單的 我這個整個大樓 應該要幹六樓的 六樓他現在幹成五樓了 那第六樓本來是什麼功能 一定有一個功能存在嘛 那現在功能喪失了嘛 所以不是你把 因為那個設計師 在設計全案的時候 是設計全部案子 結果他應該是 回頭叫設計師 重新設計 叫做變更設計 再開標 他不是 他自己就把它拿掉 直接拿掉一塊 拿掉以後 整個蓋出來大樓變成什麼 功能性一定有問題嘛 這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來講的話 你是好的營造廠 你不敢標啊 這標得到西高 你不會研修啊 我沒辦法驗收啊 那變成什麼樣 變成少數廠商去標了嘛 就變成有圍標嫌疑了嘛 就圖利特定廠商嘛 我們說好沒關係 然後更惡劣的 再要查第二個標 那他後面 又追加又再繼續 又變成 再新開一個標 來把前面的那些案子 沒有做完的 繼續完成嘛 六樓給我補上去 對不對 這個 剪到的項目 再把它補回去對不對 那我請問你呢 那你是廠商 你敢不敢標這個 不敢標啊 不敢不敢 因為你第一個是你的 第二個是你才能夠合一併嘛 否則我到時候出問題了 這系統能不能理 我哪知道 你裡面欠了什麼 因為你做的人才知道 所以這跟完全傳統中華民國投標的規則 完全不符嘛 我想很簡單 就兩個方法而已啊 一個就是 變更設計 變更設計 除了回來的簡像開標 好 聽說 李四川到了以後 通通不準 這個方法在台北市政府現在已經不行了 那最近發生什麼事 我告訴你好不好 台北地檢署 已經去要資料了 這是市府的高層告訴我的 所以柯文哲你不要 別跑了 不要跑了 你落跑也沒用 黃山山落跑也沒用 因為這跟黃山山也有關係 因為市場的業務誰督導 誰督導 黃山山督導 是假的 工程發包是公務局發包 可是它有一個使用單位嘛 一個是 有一個是 所以這兩個 這兩個都 三個人都跑不掉 這發明一個怪招出來幹這個事情 所以獨立特定廠商 然後更糟糕在哪裡你知道吧 我們剛剛談到的星光也好 還有這個開標 這個簡像開標也好 都有一個特性 他們都有這個對象 那對象有沒有在開 在總統選舉跟市場選舉過程當中 給他們政治獻金 我現在問你很簡單一個道理吧 他的副總統在選舉過程當中 有沒有提供政治獻金幫他選總統 然後另外一個工程部分的話 那就回到兩個問題了 這是李四川 李四川當時談了一個台製科 馬上被柯文哲罵一頓 罵第二天不敢講話 就李四川現在還想要來選新北市市長 其實連吵架跟柯文哲吵架都不敢吵 這個蔣萬安更糟糕 聽說蔣萬安是日後啊 在這個盧媽之後的 未來國民黨培養要選總統的人選 那天柯文哲你都怕 你還想選總統你算了吧 我告訴你們 你們這些人都沒用 國民黨也有什麼沒用 賴清德的司法機關 手自然伸進來 好 後輩 剛才講 現在這個東西是藍綠攜手 柯文哲的問題大了嗎 我覺得他本來就很多問題 你看每個工程做成這樣 那藍綠是看準你 那個蔣萬安不敢查嘛 蔣萬安不敢查 我覺得蔣萬安就是鬧啦 講白的就是這樣 你一天到晚在想選票 想說柯文哲有票 所以不要碰他 你不要忘記了 這些東西 將來都會抱在你的任期手上 台志光已經吃過虧了對不對 台志光明明都是柯文哲的鍋 他回顧的話來罵好龍兵 罵你蔣萬安說你們做的不對 然後等到好龍兵一開口 柯文哲就閉嘴 對不對 柯文哲就閉嘴 再也不提台志光這個案子 之前說東修理 你要想說不管這個事情 是在誰手上做的 將來只要有問題 一定是在你手上 那大家不會講說 是柯文哲的弊案 我跟你講 你講完現在不主動去查 我就當做是你認同 因為在你手上報的就是你了 當做你是你背書 那將來手上報的就是你 所以今天藍綠來講他要去查 我覺得當然要去查清楚 因為這個東西都還沒收尾嘛 這東西是現在進行式不是過去式耶 如果過去是好大家看看耶 沒看到就算了 這些都是現在進行式 那你講萬安不要 重點在他現在進行式是你講萬安要付錢的 你要付錢而且你要負責的 就像台志光一樣 台志光才多少錢而已啊 被修理成那個樣子 所以這個事情 你講萬安今天如果想要選舉 你就不要再看著柯文哲選票 不敢去辦 你要想說柯文哲的狀況已經越來越碎 他的基礎已經越來越小了 你在這時候把他捧得跟神一樣 他就把你踩在腳底下 他有這麼倒楣嗎 我覺得現在的狀況就是這樣 柯文哲現在的狀況的確是不好嘛 你看突然之間市政沒有舞台 立法院也沒有舞台 他們到立法院剛開始的時候 都不想說自己關鍵少數 最近不是被民党算成廢票聯盟 對不對 什麼東西都不敢 什麼東西都不表決 什麼東西都不參與 為什麼 什麼東西想要 什麼都不敢得罪 以前他都講說藍綠都是垃圾 好現在息事可以你啊 藍綠都是垃圾我棄權 對不對 你的狀況因為他沒有中心思想 你像年輕改革這些事情 他也不敢改 也不敢恢復 然後藍綠兩邊都搭不到 所以到表決的時候我就棄權 然後再講說你們藍綠的版本都不好 你的版本拿出來沒有 所以你的意思說 現在民眾黨在立法院 所有的都是棄權 大家以為說他有什麼權謀運算 有什麼樣的策略的運用 你說沒有 純粹是柯文哲不敢壓邊 純粹是沒有中心思想嘛 從頭到尾都沒有中心思想嘛 以前都靠藍綠起家嘛 現在息事給你的 你就什麼都沒有 因為我們在講 做政治很恐怖的就是 你一定要選邊 特別在立法院 這麼高度政治性的 你一定辦法 你不可能總包 要不然就得罪一邊 要不然就要討好一邊 你只要做一個選擇 你說柯文哲以前就是猶豫兩邊 然後講一些摩尼兩可的話 然後把兩邊都修理 可是真正要你表態的時候 他不敢表態 他不敢表態 所以全部棄權了 因為他就是 我們講政治就是 你一定要算好 我自己的基礎是什麼東西 那這些基礎的利益 我一定要維護 我再去慢慢拓展外面的選民 可是柯文哲一直都是空氣 他完全吃的就是 對藍也不滿意 對綠也不滿意的 我把他們兩邊罵一對 你就覺得我很好 好 問題是 好 沒有關係 你第一次可以這樣騙 問題之後 你要去慢慢去建立 建立自己的中心是想 告訴大家 我是一個什麼樣的政黨 我堅持什麼樣的理念 結果到現在為止 你看到所有的東西 他沒有吧 通通都沒有 到現在為止 其實只有講一個國會改革啊 黃光昌現在在講的 什麼立法院長的領域 那根本就是小 根本就是小東西 而且根本現在沒有人任何人 領到任何那個領域 他要把他講的跟天爺一樣 民眾黨現在 哪一件事情有明確的主張啊 沒有 你包括馬英九去大陸 他還說 又說馬英九做得好 又說不應該講九二共識 對不對 年金改革也是這樣 幾乎每件事情都是這樣 他基本上沒有一個自己的版本 你到底是左是右 你到底是要逆發展 他重點是沒有自己的版本 我覺得他現在的狀況就是 就是 有都是一些討好的版本 所以為什麼加衝嘛 就是你要多少 我就加這個 實際上中心思想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說 他們現在立法院的表現就變成說 變得很空洞 他感覺上是跟國民黨結合 可是你又會切割不開 因為你沒有東西嘛 然後你又不想貼太近 然後你就只好不斷的棄權 不斷的棄權 不斷的棄權 所以他的狀況 為什麼會變廢票聯盟 就是這樣 就是說他這個東西沒有想好 那你對民眾 對你的就會越來越失望啊 以前你說藍綠都很爛 我相信你 我相信柯文哲會做得更好 結果給你八席 你說你關鍵的少數 當初在立法院院長選舉的時候 耀武揚威 現在呢 一天要投廢票 投廢票是不得已的 他們就沒有想法嘛 所以只能 只能投廢票啊 聯軍有一件事情我百思不得其解 在這一次柯文哲在賣療補選之後 他好像消失匿急了 直到他出演了這一齣劇 他穿的什麼 是這個收垃圾的衣服 我想說柯文哲你到底是在幹嘛 你到底是在幹什麼呢 後來我終於想通了 他今天去這個地方 他要跟大家講 我要一個角色啊 你們給我舞台 我就有角色 再下去 我什麼都沒啦 而且我覺得柯文哲真的就是一個 被政治耽誤的藝人你知道嗎 因為你會發現到現在大家關注他的時候 很多時候 比如說他自己開什麼演唱會 甚至連現在跳這個舞台劇 而且還傳出來講說 這個演出的這個單位 製作單位 還請他要照劇本來演 是不是怕他脫稿 你知道嗎 所以大家都覺得說 你會不會去邀這個什麼王世堅來看一下 他還講說什麼 其實我也很多 我也有這個知道 上次也有這個製作單位 找過這個所謂的王世堅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心心相喜 我不懂 但問題是呢 我剛剛提到 他本來是一個台北市市長 現在是一個政黨的黨主席 但是呢 很多人就覺得說 他現在可能在政黨的這件事情 尤其政治上面 你如果問他 可能就這樣 不知道可以怎麼回答 他就網紅了啦 不是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嘛 你光看喔 雖然他在一些議題上面 還是會講說 哇 你什麼講萬一要加油 比如說人家問北流 北流那個時候是你台北 你柯文哲執政的時候 你每個月不付人家那個80萬的錢 所以他現在很多東西都推 但是有些推不掉 你知道 比如說 最近不是因為在立法院裡面 上演這個所謂年金改革 要不要副委啊 這些的這個 副議案的這個狀況 民眾黨的態度都是怎樣 你知道 乾脆不投票喔 那人家問說你不投票 這個時候他會怎麼說 他會說 沒有 我覺得藍的不行 藍的那個說法 會衝擊到國家的參政體制 但是綠的也不OK 那綠的不OK 那就是你這個茫然 這個倉促的去改 所以人家問說 那你不投票 你告訴我你的立場是什麼 他就講 我們是中庸力量 有獎跟沒獎一樣啊 你就不能說 不能這樣說 因為他真的有獎 只是我們的會跟不夠 你知道 不只是這樣喔 甚至包含到立法院裡面 你看記不記得 柯文哲之前不是說 每個禮拜啊 2跟5的時候要去立法院 都騎腳踏車來啊 要去立法院對不對 25尤其又是院會嘛 院會前的時候去 結果呢 人家問他說 之前國民黨不是提說 要那個馬英九 從中國大陸回來之後 說要修這個反滲透法嗎 那國民黨黨主席朱立倫 不是呼籲這個民眾黨 大家一起支持 結果呢 被問到的時候 你知道柯文哲真的很厲害 你知道 他這次沒有抓頭 那時候記者去問他說 那個反滲透法 他是先摸肚子 我肚子痛 我先去上個廁所 他以為上完廁所出來之後 記者就不見了 你知道 結果記者繼續讀 還有這一招嗎 上完廁所再出來之後 我跟你講 我又沒有在立法院 應該去問黃國昌啊 那我就回來問啊 你之前不是講說 你的這個黨跟黨團 要一起並肩作戰 那你現在又推給黃國昌 那黃國昌跟你之間 連開直播 大家都是比那個 你們的那個粉絲 在觀看的人數了 所以你到底在立法院裡面 你們有沒有整合 所以最難的是說 反滲透法這一題 對柯文哲來說 有點難答 有點難答的 老樣子 推給黃國昌就對了 而且我覺得他的難答在於是 柯文哲他一定希望 跟中國大陸有很多的接觸嘛 那你如果在這時候 去反對修 反滲透法的話 那講實話 你可能會不會讓 中國大陸覺得說 你為什麼反對修 那你如果講說 要贊成修的時候 人家就問你要 你要贊成修哪一個 所以乾脆把燙手 待遇丟給黃國昌 你知道嗎 那這個裡面 就會讓大家覺得 就說你黨主席之前 什麼都要管 現在又到處推啊 那我覺得其實 對於民眾黨來講 其實他自己本身有問題 你記不記得 之前要開瀟灑咖啡廳 對 很多很好奇 他就說我們就給這些 對這個阿伯 有共同喜好的人 大陸聚會 講難聽 講白一點 你就是根本就是 一個變形的黨部而已 結果現在傳出來講說 柯文哲還要求地方黨部 每個月都要招收什麼 黨員數量 我用更多的小草 這好像跟做生意一樣 你知道嗎 而且每個月都有KPI 如果你達到每月目標 還會給獎勵 所以大家就覺得 我也很好奇 那個獎勵會不會到時候 又跟他的小草們募垮 所以你要加入黨 還要再募款 所以我就講 其實現在對柯文哲來說 他還有一個 最大的那個隱憂是什麼 你知道 因為現在看起來 台北市政府 跟台北市議會 動起來了 要針對柯文哲被質疑的 他當時在這個所謂的 台北市市長期間的 兩個案子 現在看起來 議會都已經動起來了 所以柯文哲他快笑不出來 之前還在舞台劇上面 演來演去 現在 藍綠兩黨的議會 要處理他了 而且這個可能 黃國昌也沒辦法把他回答 你知道 因為比如說第一個案子 因為像這個 金華城土地容積率的 這件事情 當時是他的前一任 前台北市長郝龍斌 直接就提出來講說 你金華城的容積率的部分 事實上是很有問題的 為什麼 簡單的說法說 原先在台北 這個郝龍斌時代時候 核定的容積率是 392% 後來藉著想要上限到 升高上限到560 被拒絕 但柯文哲上任之後 直接同意 而且呢 制定了講義會做事 反而讓他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容積率 再往上升升 升高到840% 越來越多 而且那個監察院 其實有提出了 其實上一提出有問題 就要求台北市政府 說你必須要作為這個檢討 而且你知道嗎 這一提高容積率之後 就等於是 提高了你的這個 所謂的土地使用面積 以這邊來講 每一瓶單價 已經預計是超過200萬 那你想想看 這樣子的那個 一來一往的費用差到多少 而且甚至 你知道他們還有人講 就講說200萬 你不要以為現在是天花板 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地板還會再漲 200萬搞不好會變成地板 所以呢 這一塊 現在這個民進黨跟國民黨 我看到 藍綠合作了 你知道嗎 居然就開始聯手共同提案 要市議會要成立專案調查小組 而且第二個 還有包含新售的這個案子 那這個新售的案子 基本上就是北市的 科系園區的這個精華地 被人家認為說 T16 T17 T18 這些地裡面 事實上大小 其實大概都差沒有很多 但問題是呢 當時柯文哲決議說 由新售他們得到這個 所謂的這個土地 但是重點是 你拿到這個土地的時候 你居然不用付 所謂的投資報告書 那柯文哲這邊直接就拍板定案了 那問題來了 如果你今天只是說 單純的說我拍板定案 你還可以講說 我有什麼評價的 一個狀況 但很奇怪的是 很湊巧啦 只能講說星光的這個吳星穎 吳星穎之前不就 也是當民眾黨的 這個部分區的立委 結果呢還被提名做 這個柯文哲的副手的 這樣一個 一個共同參選人嘛 所以大家也是覺得說 你到今天為止 而且你的土地 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開發 所以他現在看起來是 T16已經慢慢是在開發了 現在這個所謂的 星光人獸標下是 T17跟T18 你原本已經跟我說要開發囉 你之後再幾年後 你就要開發了 你要有所謂的建造 到現在 荒煙漫草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的情況之下 我就覺得奇怪了 那你當初為什麼要去賣它 這一塊地 而且賣它這麼便宜 賣它這麼便宜 現在這一塊地 漲更多啦 而且如果今天 按照這個 當時的這個條件的話 那很多人也會覺得說 那為什麼你是給它 你也要講出一個依據啦 所以你用拍板定案的 這樣一個方式 就讓外界開始 直接講說 你這個地方如果地價 在不斷的上漲的時候 那對於台北市議員來講 這都是你 市政府的土地耶 那你今天用這個方式做的時候 難怪現在連議會都說 要查清楚 來 斯剛 你這一次我們剛剛提到 藍綠的議會 你們本來就是在議會上面 為了監督這件事情 劍拔弩張都沒關係 但這一次 你們針對了 民進黨 你們國民黨跟民進黨 整個就是成立了議會的調查小組 要完全的見紙科文 只要把這些弊案全部都刨跟挖出來嗎 我們要把盒子打開來 看裡面東西是一隻蟲還是一條龍 因為這兩個案子 坦白說這引起大家太多的討論 我們先講這個市北克的案子 因為在我們自己的選區 對 每天大家開車都經過城的路旁邊 OK 那這兩個是標地上權的案子 50年喔 50年喔 也就是說標到的廠商呢 它可以50年來使用 現在新售已經差不多兩年多的時間了 按照我們的規定 是五年內要拿到建造 注意喔 我標到的案子內 五年內要拿到建造 你現在已經過了兩年 三年後你都不可能拿到建造 拿不到嗎 不能拿到建造了啦 然後之前呢 又聽說 新售有意思呢 把這塊地的使用權的轉售出去 轉售出去 那大家講啦 這個轉售的中間有沒有利潤差存在 還好 蔣市府現在呢 趕快腦筋很清楚說 不可以不可以 按照我們的規定呢 你要把這個地上權的轉售呢 你必須把房子蓋好之後 才能轉售 所以你意思是說 當時新售已經跟蔣市府已經達成協議 梳領的時候 你們去了 所以你才可以拿到這塊土地 拿到這塊土地之後 你沒有去開發 沒有開發的情況之後 你還想當一個二房東的概念 對 他想轉售給別人 OK 對不起我補充一下 他當中拿這塊地 這是柯市府時代 對 兩年多前的柯市府時代 好了 經過這一連串的下來 可以看到 蔣市府這一年半 花最多時間在什麼 在什麼 收拾殘局 收拾殘局 大巨蛋是個殘局對不對 然後呢 接下來這個 有關新售的地上權的事情 如果說中間出現什麼貓膩的情況 也是會一場政治風暴喔 而且新售的蔣公主 還是民眾黨過去的不分區 那中間的關係 就非常的讓人家 可以做很多的文章出來 第二個 金華城的案子也是 在好市府時代 好龍斌守得很緊 大家以前都去過金華城有沒有 那時候也是台北市重要的百貨地標 後來呢 人群就比較少 所以很早就希望來去做改建 但是呢 好龍斌時代 把關很緊 不容許有關的容積喔 來去做這些協商 因為我們有關要給多少容積獎勵 這個土地要多少錢公眾利益開發 這都是有法規可定的對不對 所以好市府時代都抓得很緊 所以就拖拖拉拉 拖到了柯市府時代 結果呢 柯市府時代 在第二任的時候 這案子就過了 不是因為現在所有 針對於前市府的事情 柯文哲都說 那請蔣萬恩去解決 蔣萬恩現在也不想忍了 叫他閉嘴好了 所以我們就來解決啊 所以我們就來解決啊 我們就把成立這個調約小組 把這個相關的條約 合約一個個調出來啊 調出來之後 中間這裡有貓膩 該送法辦的法辦 公務員不法送不法 所以我們在幫蔣市府解決問題啊 那所以柯文哲應該很樂觀的看待 這個調約小組的存在啊 我也希望說民眾黨的朋友 其實也一起加入 如果出來發現 正正當當 沒有人在中間搞貓膩 中間來這個拿一些有的沒的 我覺得基本上還大家清白啊 還大家清白 如果說中間真的有些奇怪怪的事情 就查清楚是誰犯了這個錯 那上一錯的時候上面知不知道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成立調約小組最重要的意義 你如果不成立調約小組 中間就每天都在搞政治鬥爭 每天在政治口水 說哎呀你這個黑我一下啦 然後民進黨也有中間空間來挑撥藍白金的關係 所以呢把相關的盒子打開 看裡面是條蛇還是一條龍 兩名我們之前說了 柯文哲是聲量王 他每次只要說一句 大家開始在網路上面燒來燒去 現在 我剛剛前面提了啊 天啊 他開始去演舞台劇了 他只想跟他講說給我個舞台吧 給我一個角色嘛 現在柯文哲要跌落神壇了嗎 其實柯文哲最大的問題不是沒有舞台啦 是 他的下一個戰場 對他很不利啦 喔 2026年你要知道民眾黨 2019年成立之後 哇這個氣勢如虹 拿下不分區 結果在2022年的地方選舉 發生什麼事情 選上一個新組喔 對 很厲害喔 但是他們的議員提了86個 只有當選十來個啊 很多的地方 他們都說這個 成績都不如預期嘛 為什麼 這一次他們更要面臨一模一樣的挑戰 又來了 可是這一次不一樣喔 這一次柯文哲選過總統 對 所以柯文哲說他有300多萬票 才去投入賣療的這個補選嘛 喔 說那邊喔 我的這個總統得票拿第二名啊 對不對 所以我應該可以選的不錯 他們要義無反顧拼一次啊 結果咧 結果證明什麼 證明 只要選票上面不是柯文哲 喔 那個轉移的效益就很差 喔 你看嘛賣療最後民眾黨的候選人只拿到11% 欸 你柯文哲拿33%啊 為什麼你換一個人變成11% 所以這就是民眾黨現在的罩門 對 就是柯文哲的鐵票 不一定能夠轉移到民眾黨的候選人 2026年 柯文哲光是這個難題 恐怕就無解了 政治觀點 獨家內幕 國際趨勢 財經焦點 重案解密 火線蒐集 全方位報內幕話題不設限 我是張道合 終於到終 觀念時刻 週六周日 決戰關鍵 我們也來上見 中文字幕——YK